遇到你真正爱的人时 要努力争取和他相伴一生的机会 因为当他离去时 一切都来不及了 遇到可相信的朋友时 要好好和他相处下去 因为在人的一生中 可遇到自己真的不易 遇到曾经爱过的人时 记得微笑 因为他是让你更懂爱的人 娱乐圈成婚 离婚太正常了 乃至结过几回婚的都觉得 不畏过天后王妃 即是用于做自个 不爱人就散场 或许再续前缘 持续爱个够 王妃的第一任老公是窦维 许多人说王妃是下嫁给窦维的 但是你不知道当年的他有多光辉 他是音乐文人 这个写歌词填曲 仍是黑暴乐队的主唱 英俊有特性 风景无限 王妃很赏识窦维 爱得轰轰烈烈 为婚先孕成婚 却不到两年离婚 都不愿为对方献身自个的工作 都是由于不行爱对方 李亚鹏在王妃沉浸在和谢霆锋 完美爱情感受疲倦的时分 进入国际的王妃 那时分王妃乃至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成婚了 没想到李亚鹏十分的主动对王妃打开火热寻求 幸违盎然的跟他说住音乐上的事 关于这种搭讪 一贯卷戒的王妃本来并不介意 可是李亚鹏却仔细了 本来其实我们都认为李亚鹏和周迅是持久的一对的 以后却钟情于天后了 李亚鹏的却很懂女性能给王妃安全感 即与客户两人婚后生下李云然 关于兔存女儿 他们仔细维护 没想到看着现在美好的两人 却渐行渐远 八年豪情宣告完毕 本来这段豪情中 一向是李亚鹏在自动 他支付的爱更多 但是王妃却一向是获取爱 他老是居高理想的感受 支付的很少 这极是不公平的爱情 迟早会有裂缝的 另外在王妃心里 一向都还有谢霆锋的范围 当年抛弃这段脑剧的爱情 多年后深感懊悔 谢霆锋取张柏芝 王妃加李亚鹏 许多人认为这是大结局 美好又圆满 但是谢霆锋和王妃 都都转转 12年后 毕竟仍是遇起了 两人是其大复合 或许都约立了婚姻 才知道遵照自个心里的实在心声 才是最美好的 他们都还有个互相的爱意 好情好事多么 才愈加爱惜 现在王妃在谢霆锋 谢霆锋身边就感受 是像撒了蜜香桶的甜 两人被拍到在家中甜美亲吻 47岁的王妃 阅历人生中的第三次春天 但是更像杀旁人的是 谢霆锋 王妃在机场 竟然密切的亲吻起来了 没想到一贯甜甜的谢霆锋 也有心爱浪漫的时分 谢霆锋一向都很维护 这段爱情 低沉 又是真过日子的豪情 对王妃的爱称是阿妃 太腻歪了 感受不像是王妃大11岁的姿态 都是谢霆锋在照顾住王妃 这是真爱 但是本来很少人知道的是王妃 和扶晓的含糊爱情 不过这都是扶晓的一厢情愿 听说天王扶晓曾投三千万元追王妃 出资三千万的大城小市 毫不犹豫地约请王妃当女主角 其实许多媒体说扶晓 是醉翁之意 不再酒 要是可以追到王妃 那即是最大的成功 不过其实王妃现已爱上了谢霆锋 扶晓看没希望便转向